嗨 大家好 酷玩实验室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迪东升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Hugo一起来交流一下 迪老师 反正其实 最近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一个事情 对吧 就是在美国在非常疯狂的印钱 那似乎他们在落实一个叫做 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这个东西 那他们这样做下去 您觉得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然后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MMT现代货币理论 他们的核心主张呢 就是说认为 其实跟我一贯说的那套东西是有相近之处 就是本币债其实它不是债 它是一种 所以就我用迪币来买你的东西 买这个消费各种东西 我永远不会破产 因为到时候这个我用迪币计价的债 到期了我可以发无穷的债 而且更重要的是利率我可以调 利率我说了算 早期我可能要忽悠你们上套的时候 我可能给一个比较高的利率 10% 5% 那么到后边 我觉得自己有麻烦的时候 我把利率降成负的 这不就是我欠你们钱越来越少吗 那么借债还钱 欠了债 你陷入麻烦 是吧 这个黄世仁可以剥削杨白牢 是吧 可以可以这个压迫杨白牢 这是二位世界的问题 这是金本位时代的问题 到了今天这个世界 你仔细体会一下 是不是有钱人和富国都有大量的负债 是 穷人都有大量存款 穷国有大量存款 是穷人存款 穷人存款 富人欠债 富人欠债 它背后这个逻辑 而且是什么 是欠债的是也 存款的反而是什么 一直在做杨白牢 所以我们会看到具体表现形式 就是说 美国政府向全球增了主币税 它导致全球 因为它美元是全球货币 所以全球都有通胀 注意不光是美国 欧洲也是 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也在同步扩张 那么 中国这边呢 中国这边我们没怎么扩张 没怎么扩张 中国这边因为我们的必要性不是太大 原因何在呢 因为我们应对疫情成功 是吧 那么而且呢 全球三大供应链 北美西欧东亚 东亚供应链最大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东亚供应链最先断裂 然后最先恢复 最先恢复 而且恢复了 恢复的效果最好 那么所以呢 这次疫情冲击之后呢 由于我们最先走出这个供应链断裂 走出疫情 所以东亚这边的制造商 出口商迎来了 预想不到的一个 这个这个黄金时代 所以呢 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说 由于美欧大家一起在印刷票 他们都在向全球征收 相当于向全球征收支币税 这个主要是美国 那么其次有欧洲 那政策支币税干嘛呢 给自己老百姓 尤其在美国 我们看的最典型的就是 直接给美加美国发钱 所以美国的储蓄力大幅飙升了 好了 这里边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再分配效应 就是我是搞政治经济学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我们跟纯经济学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纯经济学研究福利增长 研究什么技术进步 研究什么这个那的 创新啊 这个那的 但是他们比较少关注再分配 而我们国际政治经济学呢 尤其关注这个各种经济政策 各种经济现象背后的再分配效应 就是剥夺了谁 补贴了谁 这个事情到底伤害谁 你觉得美国在发钱是剥夺了谁 补贴了谁呢 那剥夺了全世界 尤其是剥夺了全世界的这个穷人 因为总体上来讲 刚才我讲过了 牺牲疫苗之后 总体是穷人在存钱 而富人都有负债 是 因为金融资源的分配 信贷资源的分配 基本上是 是富国才能借到钱 是富人才能借到钱 你越有信用 你越能借到钱 对 所以呢 那他把这个利率压到零 那穷人存的钱 是不是就没有收益啊 甚至有负收益啊 然后呢 他印了很多钞票 那这些过剩的流动性 追逐各种商品和服务的话 那通胀 实际通胀就沉沉起来了 只要这个货币继续再持续 只要这个泡泡继续 按照他原有的节奏再膨胀 是 那么 他这个放水就没问题 但是有他膨胀不下去 或者泡泡破的可能性吗 你觉得 理论上来讲 是无穷的 OK 他不会说到某个极限 然后他破了 没有 因为必须得有一根针 在那等着的时候 他才能破 没有那根针 理论上他就是无穷 现在的跟针有了吗 现在那根针需要设计 需要设计 OK 那么要设计这根针呢 就需要在底层逻辑上 要理解 你要敢于想象一个 这个非美元 非欧元的一个世界 因为您之前讲过一些观点 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 都觉得挺欣喜的 比方说中国可以清空 中国的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 比方说我们可以让人民币升值 比如升值到5块5块5 5块5人民币对1美元 对吧 得出这些观点 首先它源头就是说 对于全球的虚拟经济货币体系 货币金融体系和全球的实体产业 它的竞争 是吧 它的分工 你必须就要看到虚拟的 虚的那面 就货币那面 又要看到实的那面 产业 科技 这个就业 是吧 通胀那些问题 你把阴和阳 两个放在一起讨论的时候 才会得出我那些结论 如果你光看阳的那面 那对不起 你就会跟着原先那个思路走 你就会认为 哎呀 你看我们中国 现在外汇储备又增加了 感觉自己肌肉又强大了 是吧 你觉得 你看我们这个就业数据非常好 觉得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又非常好 你就会顺着这样种思维走 那其实就挺可悲了 那这个他许多人只看到成绩 看不到代价 只看到这某一个政策的好处 他看不到代价 许多时候所有东西都有代价 那这些代价呢 短期你可以忽略 长期累积性的结果 可能导致什么呢 导致非常巨大的这个损失 导致你可能 我经常说 有的人呢 他就像这个笼子里边的老鼠 老鼠拼命的跑 这笼子拼命转 老鼠觉得自己跑得特别快 其实在别人看来 你还在原位 他很努力 很努力 很卷 就是很卷 就是他做的许多是无用功 然后呢 他自己觉得自己非常努力 至于到这一轮的MMT这样的发钱 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对中国影响 就是短期我们的这个出口制造商 是日子很好过 是不是 因为他这个钱是全球流动性 全球流动性 所以是美国人买我们东西 然后其他国家也买我们东西 因为全球 他这个流动性就全球都上去了 这是他好的方面 另外一方面 他全球的通胀 你想我的东西出去了 别人的钱进来了 如果我要为了维持我的汇率不升值的话 我央行就得印钱买它 那么理论上来讲 我这个钱就会 要么我就做对冲 如果不做对冲 我的广义流动广义货币也会增加 所以我们经济体内流动性增加 东西出去了 流动性增加 那我们的通胀也会跟着走 是这意思吧 但是我们选择了 最近我们的选择 似乎是容许人民币一定程度上的升值 对 所以最近的这个做法 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 比较恰当的 就是我们看到人民币该升就升 换言之就是说 我们这么讲 假如人民币拒绝升值 绑地美元 稳在比如说1比7 或者1比6块8 或者稳在这个价格上 那么全球的流动性涌进来 我稳住 我的出口就会更好看 是这意思吧 是的 但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就是说 美国人日子难过了 全民放假在家 这时候劳动者少了 需求增加了 发了很多商品 需求增加了 这时候全中国人加班加点 赶紧伺候美国大爷 让他们过爽了 我们的劳动 我们的污染 换它的绿纸 换它的 换它社会稳定吗 不就我们帮它稳住 渡过难关吗 他们现在全世界面的高通胀 中国假如说我们压住汇率的话 相当于我们帮全世界来承担较大一部分通胀压力 我们输出通缩 我们把通缩的力量输出给人家 相当于人家血压升高 我们帮他降压 但结果代价是我们血压往上飙 最近我们看到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是什么 要管控好通胀 所以落实中央的精神的话 人币汇率其实最近就是说 没有进行人为的去管控 没有央行下场去干预这个汇率 但是实在是美国欧洲印钞票太多了 我们人币该涨就涨 也就是说 我已经不愿意替你美国继续承担你 你的通胀压力 通胀压力了 你的社会维稳的压力 我不帮你维稳了 你自己看得办吧 他们的总统贸易代表 戴琪小姐 Kathryn Dye和Janine Yaren 戴跟咱们这边通话的时候 口气还比较强硬 好像我 你看特朗普给我留了个遗产 就是高关税 你得怎么样 否则我怎么怎么样 但是叶伦可能就口气就谦虚 为什么 叶伦是财长 他是要玩转财政开支 包括协调央行还有什么 通胀 国内的通胀 这些方面的 所以他一方面不得不发钱 要不然整个经济维持不下去 但不得不借债发钱 是吧 发钱 发钱来买他的债 然后买了债之后借到了钱 相当于想全球争论购碎 然后给自己老百姓发钱 但另外一方面 他又要控制好通胀 就是MMT现代货币理论 实际眼中他们已经这么干了 对 但是这个还是不好意思公开挂牌营业的 实际中他已经是卖了 但是不好意思公开这个公开这个放件厨仓里边 所以呢 他们还要假装 我还是要这个 这演的有点累了 都已经 所以他就说你看这个这个看起来这个几百亿美元一年的关税收入 别看得很跟他那个数量级差两顺 但注意了 就这个钱对他来讲 对于他至少面上好看 对 为什么呢 就是说每年美国联邦政府 他的财政开支3.5万亿 那你比你这个比你这个迁移不到 是不是也要大不少啊 但问题是那3.5万亿中间绝大部分是 是是这个固定的 是国会授权的 是 容得你总统有回旋余地的几少 就总统没有什么回旋余地说 这笔钱啊 这个我不花在医保上 不花在社保上 不花在经费上了 我准备放到比如说建墙上 你看建墙他花多少钱 几十亿 几十亿吧 几十亿 百亿吧 对 没钱 你发现没有 所以这个事儿 你别小看他 这是总统小金库 总统小金库 这是他可以额外弄来之后 他相对比较自由的 回到汇率这个问题 那对于中国来说 就是现在短期内因为国际的供应链都被打断了 中国的供应链稳健 所以我们的出口还是在涨 但是汇率我们的人民币升值太猛之后了 可能会 大家会担心对于我们的出口 对我们的制造业会有非常长期的负面的影响 这个首先我们看最近人民币汇率有没有升值 你看人民币对美元 人民币好像升值了 但人民币我们实际的贸易伙伴 美国只是其中一小块而已 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 第二大贸易伙伴欧元区 然后才轮到美国 所以要看的指数 看一下CFET 人民币回币指数 这个过程主要是美元扁的厉害 也就是说美元相对于其他一篮子货币都在扁 相对欧元 英镑 日元 家元 是吧 都在扁 所以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 但是我们相对其他的主要贸易伙伴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升值 对个别货币升值贬值的 也就是还有别的货币比我们升得更猛 换言之我们的出口商 它在做买卖的时候 东方不亮 西方亮 出口到美国的 显得好像我的东西变贵了 但是我出口到别地方的 欧洲的 别地方的 我可能还反而占便宜了 但如果像您之前所说 比方说人民币升值到5.5% 或者5%的话 那会怎么样 那是不是会造成很多制造业的工厂 大面积的破产 我认为人民币长期来看 不但没有贬值压力 甚至还有升值压力 所以从6块2毛钱 其实就我跟他们打赌之后 人民币已经升了一段了 从7块钱升到6块2毛6分 好像是 然后又跌到7块了 然后又跌到7块多 7块1毛多 对 这个背景就是贸易战 它加一遍关税这边就扁一遍 加一遍关税就扁一遍 然后相当于那边推一推 我们就退一步 那边打一巴掌 我们就往后让一让 打一巴掌往后让一让 所以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伤害 所以美国方面据说 美国方面有些人很生气 说你得站好 不许躲 当然了 这是关税战 另外一个就是新冠疫情 这个新冠疫情一来 新冠疫情客观上它的结果就是 由于我们最新恢复 所以对人民币汇率是有强势的作用 所以这两个事 它一个是对人民币有贬值作用 一个是对人民币有升值作用 总体上对销 对销了之后 总体上来讲还是压 或者推迟了人民币升值的这样一个进展 总体上是这样 首先我个人认为到今年年底 现在来看可能来不及 可能来不及 因为刚才说的这俩事 把整个节奏给推迟了 可能会 但是我觉得明年后年 机会还是挺大的 对中国经济 明年后年会到5块5 这个机会 我仍然判断会长起来看 其实在我看来 如果放更长期 5块5还是很保守的 我们普通人想象说 我操拍音多了 是不是汇率就扁 试着道理 我供给增加了 直观来看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但其实发现真实世界不是这样的 那么还有很多的流行的误解 那么许多以前的 在1516年刺察风云的许多资本家 大资本 资本系 资本集团 他们就基于 常识性的这样一种认知 非专业的认知 就把身家性命全赌上去了 赌人民币会暴贬 他们认为人民币因为太多 所以人民币会贬值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真相根本不是这样 人民币印得多吗 什么叫印钞票 刚才我们说了 1971年之前是金本位 你有多少黄金可以印多少钞票 7年之后是信用货币 也就是说你凭面子印钞票 大家相信我 相信我迪东升买我的地币 是吧 用脸来印钞票 用脸来印钞票 脸就是印刷机了 我们看看全世界谁 透支自己的面子 透支脸 美国印钞票 它有黄金储备对应吗 他现在都不敢公布自己的 到底有多少黄金储备 那怎么会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或者升值呢 或者说怎么会导致这个汇率波动呢 两回事 没有关系 96年之前 可能是96或者94年之前 我们是用了面子的 而那个时候 你这个面子没有实力支撑 面子不过大 然后出了问题 你那个时候没有工业化 没有真正实现 制造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工业化的身份 你出口的东西仍然是相对低端的 仍然是农产品或者初级产品为主 你不是工业制裁品 那么当时的面子 没有我们现在强大的工业实力做制裁 那么到现在 你自己全世界都在印钞票 而你全世界都在靠面子印钞票 而你自己又没有怎么印 没有怎么印 所以你的身子是应该的 那真的到了5.5的话 那我们的制造业怎么办 我们制造业我觉得会更强大 会更强大 为什么呢 这里边是这样 我们先说说日本 我们都知道日本 日本当年说 这个广场协议之后 他的产业完蛋了 什么这样 其实呢 这个故事其实很多中国人都听过 很多中国的制造业老板 包括关心中国产生 都经常这么讲 那你会可以看看 德国跟日本相比较 德国在二战之后 是不管制自己的汇率的 德国是不干预 不操纵自己的汇率的 德国是让自己的汇率 就是该升升 是吧 该涨涨 然后呢 那他的结果就是说 也就是他不帮助自己的制造业 去获取比他的本身的能力 更大的份额 我到东南沿海 江泽一带 广东 福建 给各种企业家班讲课 我的微信里边有三四千个这种企业家 给他们讲课 所以加了很多微信 然后呢 你知道这帮人群体里边 经常会有一种认知 就觉得财富是我自己努力创造的 我有企业家精神 是不是 我给你创造了就业 而且呢 这个环境又这么污染 是不是 税税又这么高 所以呢 我要移民 他觉得自己理所应当 然后呢 我给他们讲课的时候 那关键是 给这个群体讲课的许多的学者 尤其经济学者 往往是自由主义者 还去迎合他 他去迎合这种情绪 他们讲的这个道理呢 又是类似于这种道理 觉得财富是私人创造的 尤其企业家创造的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政府收你税 好像是不应该的 最后对你进行各种管制 是吧 好 那我讲的是另外一方面道理 我讲的道理说 为什么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边 你本来就是个农民 是吧 到田里边爬上岸 有个朋友这么讲 他说我库管都没放下来 我到现在库管都没放下来 就是当年年轻的时候 做农民的时候 寻成的这个习惯 你本来农民 凭什么你就是做制造业 你就发财了 是完全是因为你的本事 你的努力吗 是你就水平高吗 你天生就会做一个企业吗 做个制造业企业吗 我说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 全世界好多发展农国家 有好多你这样的人 他们可能比你更努力 他们外语比你更好 也就是说 在国际市场上去打交道 人家比你有优势 人家本来就能够说不错的英语 人家的祖先 当地也有商业文化 不是说你这儿就有商业文化 那为什么他们的制造也做不成 而你的制造也做成了 就是说我们人 其实要成功都离不开平台的支持 都离不开历史的进程 离不开平台支持 你的成功许多是什么 是历史的进程和平台支持了你 但许多人他会觉得 是我自己有本事 他意识不到那是运气 或者是体系的力量 我说为什么90年代中期之后 尤其是92年 小平同志男性讲话之后 你东南沿海制造业企业 迅速发展起来 为什么之前很难发展 你的出口产业 在全球没有减证力 为什么 背后就人比汇率的 从80年代早期的1比1.5 1比2左右 当时有几个价格 多轨 一路贬到8块7毛钱 后来长期稳定在8块2毛8 8块2毛9 这是1 也就是说本土要素价格给你降低了 所以你在当地 只要你招了几个人 搞得定几个人 大家一起来生产个东西 你这东西价格就出去 所有东西都被便宜了 便宜了 你的价格已经在这里 你污染环境 有没有抓过你 是不是 有没有用高标准的 高标准的环境条件来约束你 那其实你是向本地居民 征收了一个环境税 其实你是向本地居民 征收了环境税 然后补贴了你这个小买卖 你有没有给工人 交无现金 你后来才交 找信交过没有 你交的无现金什么标准 工人有没有这个那个的权益 是吧 如果我们按照国际工会组织 那些标准来弄的话 你那早完蛋了 是 即便到现在 对吧 很多工人也是 一天工作12个小时 一个月只能休息一两天 对啊 这是一个大量存在的现象 对啊 所以呢 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家的 这种所谓企业家精神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 这个国家在那个时候 需要你这样的人 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呢 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踩在风口上了 所以你就成功了 就飘下了 然后你觉得 好像这个国家欠你很多 在当年 你的确是工程 因为当时我们是个农业社会 我们需要尽快的 想办法解决大量的非农就业 从农村里边转移到 城市的郊区 是吧 进入工厂 你给他们创造这个条件 你之所以能够做的成是因为国家给你创造了条件 是 好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国家向你收必要的税 这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你再具体到 比如货币这个问题上来 许多人不理解这个汇率 这帮企业家因为受了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启发 他们就老骂中国政府印钞票 我告诉他们 我说别的地方的人都可以骂中国政府印钞票 唯独你们这儿 你们这个群体是没资格骂的 为什么 然后我就给他解释为什么要印钞票 为什么印钞票 是因为美元来 为了避免美元进来的时候 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 所以央行需要印钞票 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 回到刚才的问题 为什么要买这个外汇 因为如果不买这个外汇 人民币汇率就上升了 人民币汇率上升了 我说你们这些小老板 你做什么老板 你很快你就干不成 你跟印尼的跟菲律宾那帮小买卖的人没什么区别 你不可能成长 那好了 你现在发财了 然后你家的房子变值钱了 是不是 你在中国东南银海大城市里边买的房子成成长了 那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中国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北部地区 东北地区 他们那地方的年轻人 跑到你东南银海来就业 他带来了 他来打工 他一方面自己帮你一块创造了财富 另外一方面 他的消费在你这个地方 他的买入房产的行为在你这个地方 所以你这个地方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又增加了 土地财政收入增加了 地方政府的能力更强了 又可以给你们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提供更好的技术实际建设 所以当地你就进行了良性循环 而他们的家乡凋敝了 他们的父母 跑到你东南银海来打工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的父母 交了几十年的主币税 是吧 当年跟你们两个地方财政 这个地方的财政水平 地方的发展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 是差不多的 甚至北方可能还比你还好点 但是形成了这个循环之后 这个花开在你这儿了 营养是从那儿吸取的 这里边财富再分配过程 是你这儿的出口收入增加了 是不是 你这儿基建提高了 你这儿的房产价格提升了 你这儿的信用贷款能力增加了 是吧 所以这里边有个再分配过程 然后而且它累积下来非常巨大 所以我说北方的内地的 你可以的确有资格骂洋行 说安安太坏了 印钞票 我存了钱不值钱了 但我说唯独你东南沿海的这些小老板 尤其搞制造业出口业和房地产业的小老板 你没资格骂洋行 你们是受益者 没有这种行为 你根本做不成今天 到了今天 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 未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需要到厂子里面打工了 根本就找不着人 所以他们这个 现在招人是很困难 非常困难 招人非常困难 不光是最近出口旺盛的招人困难 就前几年出口买卖比较低迷的时候 他们招人也非常困难 那为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有人说 现在不就是年轻人躺平吗 年轻人懒吗 我经常说 我说不是 我跟这些 也是在这些客场 我跟这些企业家说 根本不是他们懒 是你们这帮人懒 是你们这代人懒 是60后的人懒 70后的人懒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愿意生孩子 那么 1963到1970年 我们每年出生的人 是大概2700 2800万左右 所以那一代人里边 没几个人受过高等教育 只有百分之一二 百分之三左右的人 能够受高等教育 也就是大多数人 只能进厂子里边拧螺丝 或者海底腦里插桌子 但是现在这代人老了 他们就退出劳动力市场 然后什么人填补呢 其实应该是他们的孩子们 6070后他们生的孩子们 他们生了多少孩子呢 他们只生了每年1500万人 但是这1500万人里边 还有七八百分是读大学去了 读了大学就不愿意进厂子里边了 换言之能够进厂子里边 来接替每年2000多万 退出劳动力岗位的 这个群体的 低端劳动力就业岗位的 能够填补的 就1000万不到 所以换言之 即便我们的出口零增长 即便我们的制造业零增长 就是低端就业 或者劳动密集型的岗位 仍然是招募 前几天我有一个学员 就是经常听过我课 然后经常跟我微信里边 请教关于汇率 请教政策的 他问我说 这个D老师下边怎么样 告诉我最近生意非常好 最近大家生意都非常好 最近生意非常好 很高兴 那我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科技含量 你有没有升级 他说没有 我们就还是非常传统的 是吧 污染的多多少少有一些 是吧 但主要是靠工人 工人们努力 工人少少有一些 多多少 12 每天干12小时工人 24小时连周转 我告诉他 我说人币汇率升值 有没有影响你 他说展示没有 因为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道理 就是说对美元是升值了 但是对全球并没有明显升值 所以他日子非常好 那我说趁着现在印度和越南 它的供应链 它的生产环节没恢复 也就是你这个买卖 非正常的又好像回光返照 我说你就把你这个买卖 要么你升级 要么就跟卖了它 你就卖了它 别做了 他说这个可能情感上受不了 他说我父亲开始做的 我们家做了这个东西40年了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当年他们家这个买卖是个工程 是吧 创造了非农就业 创造了出口 创造了外汇收入 但到了今天 其实你可能是罪人 为什么 要想维持他这样的买卖 就没有技术含量 污染 带有一定污染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 靠剥夺工人才能够活下去的 靠低汇率才能活下去的买卖 我们整个社会为他们支付的代价太大了 许多人不理解说 你看他们是实体经济 你不能用笼统的一个实体经济概念 来描述所有东西 就像你生了比如说10个孩子 你的总的资源是有限的 你要说最不争气的 如果你要让最不争气那几个孩子 过得都挺好 那你一定是压制了 你的机会成本很大 就是本来那几个可以有出息的孩子 他们获得资源减少了 所以在您看来 其实我们通过去压低人民币汇率的方式 去补贴了那些低端的高污染的 低工资的剥削工人的那些制造业 其实是压低了那种可能可以产业升级的 那些高端的制造业 高端的产业 这个怎么理解 这里边机制相对比较复杂 它的作用 作用其实倒是多维的多元的 然后它传递的环节也比较多 它是一个整个体系性的作用 就是说刚才我说了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你一个当家的 是吧 你一个当妈的 你养了十个孩子 是吧 里边有这个有潜力的 有不成才的 是吧 好吃懒做的 还有的话就是会哭的 是吧 整天找你这个交滴滴要这个要那的 是吧 好了 你如果爱心泛滥 说每个孩子我都要让他们过得一样 那结果其实是什么 是对那几个真正有潜力的 将来能够光耀门庭的 能够真正改善全家生活水平的 那几个孩子是不公平的 因为你的资源有限 你压低本币汇率 比如说刚才说 那你就要么卖入外汇储备 是吧 你就肯定干预市场吧 你干预市场的结果 你干预市场结果 就是你的资产负债表扩张 是吧 就多印钱 外汇债款增加 但问题是 我们必须得动态的来看待 这个这四个孩子 到底让谁 先哭一会 让谁有更好的机会 去往上读书 是吧 然后往上升级 最后你这一家人家在地球村里边 最后有更强的这样一种地位 谈判地位 所以刚才聊到 其实人民币获利升值 据迪老师看来 其实反倒对于中国的高端执照业 高端的产业 反倒会有一些帮助 会有一些争议 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个呢 以前没什么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原因呢 是就是它的这个帮助啊 是很间接的 虽然是非常系统性的 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其实长期来看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它不是那么直接啊 那么所以这帮制造 这个高端的科技产业呢 他们也没有人会雇了携手 帮他们发声要说要这样干啊 但其实这里边长周期来看 你站在整个系统 长期体系性的运行来看 我们人民币获利升值呢 获利保持强势吧 那么它是有助于我们的高端的啊 比如说吧 第一个机制啊 我们说从需求角度来讲 现在我们华为的产品 在全球很多地方遭受打压 美国人打压 美国人打压的理由就是说 这个华为这家公司 反正就是我的敌人 谁用它我就制裁谁 谁这个你要买华为 你就这个别买东西给我了 美国的对别的许多国家制裁 它是有很多手段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制裁的权力杠杆 就是它是全球最大市场 大家都想把东西卖给它 是不是 好 以前呢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 我们进口的不是消费品为主 我们进口的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原材料为主嘛 所以谈判地位又不太一样 进口原材料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还反过求人家 我要进口铁矿石 你别加价 是不是我还反过来求你 但我要进口你的劳动产品的时候 不是进口自然资源 我进口你的生产的服装鞋袜箱包 我解决你就业 是吧 这个时候 我对你谈判地位就很强了 反过来了 而且你那个替代性 可替代性很强 是吧 我买你越南东西 或者我买你菲律宾的东西 都可以啊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谈判地位才强 所以就是说 假如有一天 中国取代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这种 消费品的进口市场的时候 我们就很强势了 比如美国跑去找 好比说越南 或者找菲律宾 说你不许用华为手机 你不许买华为的 这个设备 那个设备 那中国出来说 你不许设置人为的 不公平的障碍 来限制我的高科技产品 否则什么 否则我不买你的 服装协外相报 所以你看这里边 其实就是一个 你在地球村里边 你总得买人家东西 因为如果你只卖东西给别人 你不买人家的东西的话 别人手里就没钱付你东西 是不是 那怎么办 到最后怎么办 卷到最后不就是 人家印章纸票付你 买你东西吗 是这逻辑 那这个就荒唐了 这就荒唐了 自己就是给人家交作币税 要么你自己给人家作币税 要么你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没的买卖可做 就内卷 所以你必须得 我们要做的 不是说想办法 把人家的钱挣光 把人家手里的黄金挣光 把人家手里的纸片挣光 别人也是人 别人也会反抗的 对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要跟人家 大家都有活干 但是 在这个地球村的分工里边 我干的是最有价值的 我干的是最有前途的 我干的是最高科技 最炫酷的 我们是产业的核心节点 别人无法取代我们 互相之间相互依赖度是不一样的 我买你的东西 哪都可以替代 你买我的东西 无处可替代 我们要塑造的是这样一种态势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而不是说 我们手里囤一堆人家印的纸片 那不是目的 汇率升值了 我们进口增加 进口增加之后 人家手里也有钱买我们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 我们对别的国家有更强的话语权 要求你买我的 重点买我的好东西 我想发展的那块 这是一个 还有汇率强势之后 通胀就不高 通胀就比汇率弱势的时候 要低一些 通胀低 或者说整体 这个通胀是广义通胀 不光包括商品服务 也包括什么呢 也包括资产家 房价 那么这个年轻人日子就相对好过一些 我的货币扩张 我就不用那个干预 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 我不干预外汇市场 那么 当然我的经济还在扩张 我经济扩张过程中 我需要的货币还增加了 需要货币增加了 我就有新扩张货币吧 但是我扩张货币不是用来买美元的 买什么 买国债 买自己中国的国债 也就是我扩张的是中国主权信用 好了 相当于就是说 我继续征收助币税 从整个经济活动中征收了一部分合理的助币税 这部分助币税 不是送给美国政府去了 而是在中国政府手里 中国政府拿着钱可以干嘛 去投资 不是去投资 他该向民众提供公共产品 比如说多建公租房连租房 比如说保障基本的医疗 幼儿园 那么老百姓 尤其年轻人活得就好一些 那么这些 这些 还有比如说我多建大学 是吧 或者我多建研究研究机构 是不是 那我们的科研不就是有保障了 所以这里边 就会提升中国自己的消费 对 最简单的就是提升中国自己的消费 中国自己的市场就变大了 那么你比如说以前最早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能生产高科技产品 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为自己本国民众 生产最贵的那些高科技产品 是因为老百姓穷 是吧 那为什么老百姓穷 那么现在中国已经完成工业化之后 你就应该走强势的道路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把日本跟回到来讲 我们把日本跟德国想比较一下 日本的特点就是 长期在85年 广场协议之前 长期压低本币汇率 拒绝甚至 老想占这个便宜 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 它的结果就是说 它低端的那些活得还挺好 有高端 但是低端的 大量的低端也活得挺好 德国那边 它就是愿意称之 它以本国的通胀 为重点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我知道是大概在 1314年之后 德国的房价才开始大涨 这两年都很大涨了 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德国房价是 是比较非常平稳的 比较便宜的 德国是特别怕印钞票来导致通胀和资产泡沫 所以它要保这个东西 它就要放弃汇率干预 那么所以它的汇率该生生该扁扁 那么结果是导致什么 结果导致就是说它的低端的制造业活不下去的 所以要想做老板 你就得凭本事 什么叫企业家精神 你得不断努力 你不是说我曾经办了一个小厂 在政府帮助下 我办了个小厂做出口 挣了钱了 所以以后你政府一定得帮我 否则这几十个人都失业 几百个人都失业 你看着办 所以你得不断的补贴我 不断的给我出口补贴 不断的给我压低本币汇率 不要收我税 这怎么怎么样 你这是曾经的工程 你不就现在变成了罪人了吗 是吧 那什么叫企业家精神 是永远不断的努力 这个你才叫企业家精神 那么要不然你不是变成佣兵自重了吗 是吧 绑架这个政府政策 绑架这个整个社会有集体的利益了 德国制造业非常强 他没有干预汇率 但德国制造业非常强 为什么 就相当于我们对一个孩子 一方面要爱他 但另一方面不能溺爱他 你该给他 他该承受的压力得以承受 该经历的考验得经历 所以他得不断的努力 那德国的企业家 他就不断的往上爬 去做那些 有定价能力的那些买卖 所以我们看 比如说最简行的 我记得有一个指标 到80年代 我们都说80年代中期的时候 就是广场协议开始之前 到80年代的时候 德国出口商品中间 大约是88% 85%左右 是用马克机架的 而日本出口的产品中间 只有30% 是用日元机架的 这个谈判地位的差距很明显 我选什么货币来计价结算 取决于出口方和进口方之间 他们的地位 我如果出口的东西可计带很强 利润率很低 是吧 我肯定就是什么 属于买方市场 我就求着你 只要你买我东西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用什么货币 行行行看您方便 是不是 那不就是用你的本币了吗 不是我的本币了吗 那么 但假如我卖的就是有含金量的东西 那我可能很傲娇了 我说抱歉 你想要就要 反正我就要 我不要百分之 你要压低我的利润率 5%我就不干 我至少要10%的利润率 是吧 一个合理的 我一个体面生活 我体面的 我不是压榨我的人 发现没有 我不是压榨我的人 而是做有创造性的东西 有含金量的东西 有谈判地位的东西 然后卖 所以这个过程中 可能是卖方市场 所以你会求着我要买我东西 米勒先生 你的零部件 是吧 非常棒 你这全球隐形冠金 我要买你东西 怎么办 第一 价格你得合理 我得维持我体面的生活 维持我的研发 第二 汇率货币 我说了算 就是你来承担货币汇率风险 我不承担 所以他才是德国有百分之八十几 是马克几家 而日本只有百分之三十多 所以 后来德国的产业一直相对稳健 日本后来失去了三十年 日本失去三十年是什么呢 是之前他太保护这些 完了等到后来欧洲 美国一块向他施压 说你这太积极了 老占我们便宜 你看你推迟升值 该升不升 日本央行可能也受不了了 因为他为了对冲这个东西 日本央行日本的财政 他这个代价也很巨大 刚才讲的 所有东西都有代价 代价也受不了了 然后他就说好 那我就升 一下就又升得太猛了 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早点升 是缓缓升 你比如说再放在二十年时间里面 缓缓升 该波动波动 结果他前面就是一直保持着 不让这帮搞制造出口的这帮孩子们 受到一点点压力 结果等到最后实在扛不住了 哗一放开 压力太大 他们全死了 也就是说 想转型 想转型来不及 因为你时间太短 他受不了 你汇率光暴涨 暴涨一倍 两年翻一倍 你想人民币汇率 你假如说套子 我们现在是 比如说 6块5毛钱 假如2023年涨到3块2毛钱 你觉得几家能活下去 肯定都是 那你对宏观经济冲击是不是太大了 所以你其实应该是什么 比如说 他内在的升值过程 因为你的技术进步 你的老龄化 你的本土的这个要素教育 他应该是 比如说 他应该是翻一倍 但是你让他在20年里边慢慢涨 那这个就消化好了 大家都来得及调整 来得及这个 你结果放两年里边涨 一开始活得太多 就阿妈狗 那些不应该成为企业家的人 他也成了企业家 没资格成为企业家的人 没资格做老板 他也做老板 然后等到夸一暴涨 他们全死 而这个短期 它又真正伤害了整个经济体的健康 然后日本政府没办法了 那怎么办 打工不减息 因为实体经济萧条 这个出口行业萧条了 那怎么办 减息 把利息减下去 把利息减下去来刺激它 来对冲这个对宏观经济冲击 那就又错上加错 为什么呢 你减息之后 就导致资产泡沫 股票房价暴涨 所以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 一旦破灭 哗一下就不可能破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说是保持它动态平衡 就像养孩子一样 不能不爱他 但也不能腻爱他 其实放到更长时期 你会发现 他们最后生殖的幅度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德国 就是说我该生就生了 我不去人为的去帮着孩子们 去获得额外的竞争力 而日本就是老想占这个便宜 最后才相当于把这个力量 压到后背一次性爆发了 那他就受不了了 我这个课是反正今年年出路的 然后终于到现在能弄完了 然后最近就推出了 我这个课程其实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前边的六奖 这六奖每一奖大概 我记得好像减完了之后 三十多分钟 介绍人民币汇率 它背后的逻辑 人民币汇率 它的波动的规律性的东西 还有不光是人民币汇率 全球各国货币汇率 它的波动 它背后体现了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以及人民币国际化 它为什么要这样做 它产生的后果是哪些 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有什么代价 这些都是知识性的东西 那么我想对许多人都应该会有所启发 第二部分就只有一脚 而且操作性东西是 如何利用前边讲的知识性东西 利用世界市场体系 世界经济金融货币体系 经济是实体的 金融是介乎实体和虚拟之间的 叫金融 货币是存虚的 是吧 阴和阳的关系 利用对整个经济金融货币体系的 这样一种知识 内在的结构 以及它的运行的逻辑 来不劳而获 我们中国有许多搞投资的 其实非常厉害 因为中国人的人均智商 其实很高的 而且中国人口技术大 所以你想政态分布 你放在极右端 是不是内小撮人的智商非常高 玩这个东西 首先是拼脑子 你能理解这些复杂的东西 然后当然我教的东西 会融合了我的那套理论框架 更重要是融合了华尔街的一些朋友的 他们的体会 他们的心得体会 然后这套东西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确也到了 慢慢到了这阶段 因为我们资本项目开始放开 那么最后那奖 它是带有时操性的 那么时操性的东西 它不适合为太多人所知道 不是说我小气 而是说 因为当一个东西 一些策略性的东西 当它被许多人知道的时候 它的功能就被priced in 就体现在当天价格中 比如说我懂某些东西 比如说我懂某个原理 而你不懂 然后咱们俩一起玩 这时候就我收割你 是不是 问题是我懂了 你也懂了 这两个策略大家都懂了 好了就对销了 我就收割不了 你也收割不了我 所有的投资策略 一旦成为公众知识 它就不再有效 所以就说也基于这个考虑 我能把这两部分分开定价 所以反正在我的坚持之下 最后定价比较便宜 19块9毛钱 就是一个外卖的价钱 而且是一个小城市外卖的价钱 是不是 不是大城市外卖的价钱 然后后边那个课1688 南方人尤其搞投资的人都比较迷信 所以喜欢一路发发的这样一个概念 前边那个课是帮助你少被别人收割 后边那个课是帮助你到全球市场上去 收割别的国家 除了这边一个投资